最近《自然科学》期刊发表了一篇精彩文章,揭示了月球为何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半球。 是的,月球就像是翻转了一样。 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月球是如何形成的,有多种假说,如聚合假说、捕获假说等。 但最被广泛接受的是大碰撞假说,即在地球形成初期,有一个类似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地球,产生的碎片聚合形成了月球。 研究月球是一件复杂而有趣的事情,因为我们掌握的月球信息非常有限。 大部分信息来自阿波罗任务和前苏联、中国的月球探测任务带回的样本。 这些样本帮助地质学家们试图讲述月球故事。 通过样本和卫星图像,科学家们发现月球的两个半球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截然不同。 面对地球的一面有含太高的火山岩,而背面则没有这种岩石。 那么,月球为何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半球呢? 这就涉及到行星地质学家们研究的月球地质历史。 月球曾经有一个全球性熔岩海洋,对月球历史至关重要。 熔岩海洋冷却后形成月壳,而像太这种密度较大的物质应该沉入内部。 然而,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样本中却发现了含太量很高的岩石,这与常理不符。 通过重力测量技术,科学家们研究不同密度的岩石并建立重力模型。 NASA曾在月球上进行了一次名为GRAIL的重力测量任务,收集了大量数据。 科学家们建立月球重力模型显示,月球地壳结构似乎经历了一次翻转。 月球翻转现象可能由一次巨大的撞击造成,撞击发生在月球背面,把钛带到了表面,并逐渐形成了钛层。 GRAIL任务成功探测到钛层形成留下的特定重力特征,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理论。 研究整合了地质样本、重力数据和计算模型,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月球历史故事。 科学家们认为,月球翻转撞击可能发生在约42.2亿年前,撞击不仅导致了月球地壳翻转,也解释了月球的其他异常特征。 未来,我们需要结合其他地球物理技术,如地震学,进一步研究月球内部结构。 NASA的阿尔特密斯任务将携带一套地震仪网络登月,帮助科学家们更深入地了解月球。